好,来,六岁班的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来上第八课 数学第八课 作业 好,一样的 打开我们的十六和十七页 还记得第八课我们课本学什么号码了 号码了没有 我们学了这个数字二十五 对吗? number identify 好,来,我们一样的 在进入之前一定要写日期 就是我们几时做这一页 要写上日期 好,来,我们来看题目 以下各组数字 有顺序排列吗? 顺序排列画起来 好,顺序排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照排的 照排的 然后顺序是小到大 小到大 可以吗? 好,如果有的话呢 你们就在这边 你们要做小老师 你要看这排 如果有的话 有顺序排列 你们就画 勾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们就画 擦 明白吗? 在课本呢 刚才还记得吗 我们是圈起来 是和不是 好,所以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是 要你们打勾和打差 好,一样的 我们来看第一题 同学们 要跟着老师一起读哦 好,来 11,10,14,12,13 11,10 好,14,12,13 他有没有照排呢? 同学 有吗? 这边最小是哪一个号码? 最小是10 对吗? 10 所以他已经把它排在第二了 所以已经错了 这边呢 应该是10 11 12 13 14 你看他掉乱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是没有 没有顺序排列 所以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打差 打差 好,来 我们来看第二题 13 14 15 16 17 同学们 他有没有顺序排列 小到大 有吗? 有 有的 对了 好,你看 13,14,15,16,17 就好像我们读数字一样 好,有的话要做什么呢? 你们要做小老师 要打勾 打对了 对吗? 嗯 好,所以很简单 这个顺序排列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下面一样的还有两题 小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打勾或打差 可以吗?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写二十五 好,之前我们在之前的课也是有学写这个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的 好,所以二十五这些写字应该都是复习了 好,一样的 来,我们复习一下 二的话 从上到下 对吗? 讲过很多次了 这边要尖尖 不要跟我有空空的画圆圈这样子的 知道吗? 好,再来五的话呢 因为很多同学呢 他会从横这样子从上到下 其实五的正确写法要写的美是数 然后一个半圆 最后才来横的 明白吗? 好,然后再来呢 点点点照着写很简单 没有点点点的要自己写 像是老师已经教过了 我们呢 两个号码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 平平的 平高的 不要一个高一个低 还记得吗? 好,所以这边你看 你要写到平平的才会美 好,好 二十五 二十加五 等于二十五 好,这里写完了过后 我们就要进入十七页 十七页 好,十七页也是加法 也是加法 我们课本也是数算图画了 把两组加起来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看题目 写上字七看题目 加一加就是加法 把正确的加法算式 好,他现在已经给你算式了 答案也有给你了 所以你又要做小老师了 如果哪一个对 你就要勾哪一个 明白吗?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题 你们就明白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题 这个动物是鸡 一样的 这边有两组 对吗? 这边有两组 然后中间这个符号是加 加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把两组加起来 好,我们先来数先 因为他没有给我们号码 1,2,3,4,5,6,7 好,你可以写上7 第二组 1,2,3,4,5 你可以写上5 所以这一题是7加5 7加5 所以你来看这边 这一题呢是7加5 这一题是7加4 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 我们要的是7加5 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答案了 就可以答够了 明白吗? 好,如果你要试看看 用手指来算加法 是不是等于12 还记得怎么算吗? 7加5的加法 还记得怎么算吗? 7放在心里 还记得吗? 手指比5 7放在心里 手指比5 好,心里是什么号码 心里是7,对不对? 好,加法越来越多 7过后到 8,9,10,11,12 所以答案也是12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12 好,下面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羊 好,一样的我们来算呢 1,2,3,4,5,6,7,8,9 所以同学写上9 好,这一组呢 很简单 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1,2 所以这个是2 所以这题的题目是9加2 9加2 所以我们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9加2是这里了 对吗? 好,好,再来 如果我们一样的 我们要用手指来算 9要放在心里 手指比2 手指比2 好,那么因为是加法越来越大 所以直接算 对吗? 9过后到10,11 所以答案就是11 很简单,对吗? 好,再来我们可以多做一题 来我们多练习一题 加法在中间,两组 所以要数算啊 数算要记得 不要数错了啊 1,2,3,4 5,6,7,8 所以你可以写上8 在旁边有位的地方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算这第二组 1,2,3,4,5,6 所以这边是6 8加6,对吗? 所以小朋友其实你已经可以知道 哪一个是8加6了 来我们要来演算一下答案 对不对 8加6,一样的 8放在心里 前面的放在心里 手指比6 会比6吗? 一个5 一个1 所以这个就是6 对吗? 好,然后它是十字架 就是加法 它是加法 所以我们要从心里的8开始算 好 8了过后到什么呢? 8 9 9 10 11 12 13 14 所以8加6等于14 8加6等于14 所以答案就是这一个 你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勾 可以吗? 所以这里也是蛮简单的 只要你们会加法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一样的 下面还有两题 我要你们自己试看看做 试看看做 好 两题选择一题打勾 两题两个选择 选择一题打勾 然后做完了 记得要拍照教功课 可以吗? 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作业就到这里 拜拜